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简简银》中写道 大都好物不兼牢,采云一散流离脆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 没有金刚钻,别懒瓷器活 这说的是一门古老的民间手艺 居瓷 就是把打碎的瓷器 用像钉书钉一样的金属居子 再修复起来的技术 早在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 就有记录街边一人居瓷的景象 居锅,居碗,居大缸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应该还记得 在悠长的小巷里 补锅匠挑着香氏小贵的担子吆喝着 谁家要是有打破的碗碟 都会找居瓷匠人修不好 它沉淀着岁月的沧桑 透着古朴的韵味 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门手艺正在慢慢的消失 居民生活中打碎的瓷器 也再也无处寻找修复之地 只好搓到一起 倒进垃圾桶里 残破的茶壶被一颗颗居钉固定后 焕发新生 窝口的茶杯上一朵小花包口 更添美感 眉山居瓷传承人张雪娟 正是一位帮助瓷器获得 第二次生命的居瓷匠人 当我们探访张老师的工作室时 看到他的工作台上 摆放着帮别人居好的茶壶 茶杯,茶瓶 还有他自己设计制作的居瓷工具 瓷器在日常使用中磕磕碰碰 出现破损 常让爱瓷之人痛心不已 我的工作就是根据器物的器型 装饰破损位置的 设计不同样式的居钉 对瓷器进行修补 装饰 相入居钉的瓷器 复原再生 变换成另外一种独居观赏 和艺术价值的工艺品 展现出一种新的美感 在张老师的工作室 他一面对一件有裂痕的瓷器 进行修补 一面介绍 今天张老师要修复的是 一件清代的老瓷瓶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现在的状态 这个瓷瓶的上半部分 几乎都变成了磷散的碎片 要修好它的难度可不大容易 瓷器进行修复前 首先要整理破碎的瓷片 这个过程是有技巧的 得根据碎茶片找缝隙 按先大后小 先锐后盾的顺序 依次用胶带拼和标注 做到完全吻合 确保瓷片位置没有发生错位 拼好完成后 再用棉线对它捆绑固定 这不仅要达到严丝和缝 全程还得用双手捧着 这个步骤用行话来说 又被叫做捧瓷 而用棉线捆扎瓷器 是因为棉线不打滑 下一步再按瓷瓶的缝隙 设计打滑位置 用金刚钻在瓷瓶表面 打孔钻研 明代《本草纲目》里头记载 金刚石能拿来钻域补瓷 因此金刚钻就成了 狙将用来补瓷的重要工具 对瓷瓶的打孔深度 不能超过瓷片厚度的三分之二 太深就会钻破瓷瓶 太小又钻不进去 这个过程全凭张老师 多年修复经验 练就出的力道和手法 难怪打孔会是 狙瓷修复中 最考验技术的工序 后就可以锻造狙钉了 要先在铜片上 画上线条 再把铜片剪成条状 进行打磨 狙钉图案 一般根据修复的器物 进行搭配 这也是体现 狙将巧思的地方 梅山狙瓷的狙钉 包含梅山文化特色 这件清代瓷器 张老师选用了 花卉和条钉进行修复 清代瓷瓶本就十分精美 花卉与条钉 可以衬托出原本的花纹 而不显得多余 将锻造好的狙钉 用小锤子一一敲入打好的孔里 通过金属的拉力 让它镶嵌住 像这种大键瓷瓶 至少要敲五十多个巨钉 才能修复好裂痕 上钉完成后 就可以拆除瓶身的棉绳 用蛋清 糯米粉 再加上一点点灶灰调和 填补小乐缺 这种民间的手法 可以使两者发生化学反应 真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 等瓷器裂痕慢慢缩紧融合 阴干后就能一直使用 百年不漏 同时一件瓷瓶的修复也就完成了 居瓷这一行当 最早是挑街子之中的一员 那是居将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 也是被人瞧不起的行业 但安化繁荣的茶叶贸易 也带动了瓷器的发展 瓷器名贵易碎 居瓷能让破碎的瓷器宠获新生 于是它就成了一门不可或缺的手艺 自梅山居瓷器的诞生 张雪涓家族从明代永历年间传承 到现在已经有了三百多年历史 那些历代留下来布满居丁的瓷器 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居瓷艺人的辛劳与智慧 用居瓷这门古老的记忆 去修补同样一件件充满历史感的物件 是张雪涓爱上居瓷的缘由 物有月人之美 人有西物之心 对器物的拥有者来说 居瓷修补的不仅是破碎的器物 更是人们的爱物西物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